今天我要解读的人物是演员葛优 最近一段时期,影视圈正在经历一次换写 一批实力派演员靠演员的诞生、生灵奇境等演技类综艺浮出水面 以张国立老师为代表的老艺术家们化身流量重回观众视野 邪不压正口碑扑街,站在神坛上的江文开始往下走 但老毛子凭着一步影成功翻身,重回大师水准 高潮当属小崔、首思范冰冰、冯小刚 把手机的主创们拎出来骂了个遍 阴阳合同引发行业地震 几个月之内上百家影视娱乐公司注销 大家各自在这个纷繁浮躁的环境中寻找新的存在感 作为张艺谋、姜文、冯小刚电影里共同的男主角 《风暴中心》手机里演手艺的扮演者 跟张国立齐名的老戏骨 葛优 安静得出奇 实际上他一直都这么安静 论流量他是过去二三十年里中国最有票房号召力的男演员 论实力他是第一个华人影帝 论影响力他可是表情包戒的扛靶子之一 可这样的一个人低调的连个微博也没有 在这个人人消在了脑袋想成为大师的年代 葛优从珠关熬到了影帝 最后活成了葛大爷 从他身上你或许得不到成功人士的经验 但一定能收获作为普通人的处世智慧 身处北影大院 少年时期 葛优经常前脚刚看完大院里叔叔阿姨们演的电影 后脚回家就看见他们骑着自行车买菜归来 仿佛刚从荧幕上下来 这种在现实和片场中来回切换的双重生活 令他神往 这样的梦想和他的性格放在一起 一点都不协调 虽然父亲是著名反派演员葛存壮 母亲在北影场当编辑 出生在大院里的葛优 却是个放不开的孩子 胆小 很少惹是生非 更别提上台表演 他用两个字概括自己 一是蔫 二是缩 十多岁的时候 他却片场刚好赶上发面包 父亲正忙 就让他帮忙去领 他扭捏了半天 就是迈不开腿 由于性格羞涩 青少年时期 葛优从未像谁说起过自己的演员梦 可能他自己也说不清楚 之后 随着知青上山下乡 他在北京郊区昌平插队养猪 每天垒猪圈 喂猪食 给猪接生 治病 干活的时候 他嘴里总是念念有词 你 说你呢 让给别人吃一口 怎么就不行 你 多吃一点 看你瘦的 这是他在跟小猪说话呢 而且一说就是三年 没人能从这个身材单薄 相貌平平的男孩身上 看出点什么表演天赋 所以 当他从昌平回来 说自己想当演员的时候 葛传壮还以为自己听错了 直到他把电影学院 戏剧学院 实验画剧院 青年艺术剧院 以及各个文工团 挨个考了个遍 四处碰壁 头破血流 葛传壮才意识到 儿子这次是认真了 在父亲的提点下 葛优靠一段 喂猪的无食物表演 考上了全总文工团 三年的猪 也算是没白养 之后 他跑了快十年的龙套 因为是野鹿子出身 所以他比身边的人更努力 再小的角色 他也要做人物分析 渐渐地 身边的人一个个都成了角 唯独他没什么起色 上台往往只说一句话 李书记 有您电话 然后就下台了 父母怕他再这样下去 会没有出路 旁敲侧击地 劝他转行学摄影 好歹是门 可以养家糊口的手艺 虽然不得志 好在心态没垮 看着别人成角 他觉得再等等 没准自己也能遇到这种机会 就这样 他等来了电影 玩主 据玩主导演 米家山回忆 当时 副导演推荐了全总文工团的一个性理的演员 因为没有单独的照片 只好寄来一张合影 米家山一下子就被靠着窗户的那个秃顶给吸引了 这个人 正是葛优 跟葛优 一块演玩主的还有当时不太出名的张国立 以及非职业演员梁天 这阵容放在今天看很豪华 但在当时简直太瞎了 谁撑想 葛优第一次在镜头前贫嘴 就贫出了一个金鸡奖最佳男配的提名 但他真觉得自己出名了 是在编辑部的故事播了以后 写剧本的时候 冯小刚脑子里想到的就是葛优 李东宝这个角色非他不可 葛优觉得谁来演都行 犯不着 他当时已经接了另一部戏 冯小刚急了把王朔搬了出来 难不成你想得罪王朔 葛优这才答应 编辑部的故事播出后 收视率爆表席卷全国 从此冯小刚开始挣了大钱 凭着李东宝这个角色 葛优获得了金鸣奖最佳男主角奖 当时别提他有多火了 一出门就有人冲他喊 嘿东宝 是你吗李东宝 后来在一次采访里 葛优说他当时心里狂喜 得意 但知道不能忘形 冲着名气 张艺谋带着活着来找他 这是个悲剧 葛优说演不了演不了 但张艺谋跟冯小刚一样 也是非他不可 于是他只好演了 片子虽然没在内地供应 但他让葛优拿了这辈子 最有分量的一个奖 第一个华人嘎那影帝 回看葛优的成名 皆是偶然 仿佛应了三岛游济夫的那句话 人生无常 众生皆苦 求而不得 不求反得 在这纷繁的世界里 无论面对冷漠还是追捧 都能保持顺其自然 也是一种本事 都说 一个好演员 有一千张面孔 葛优长了一张大众脸 不仅演什么像什么 还带点自己的幽默感 他什么时候练就的这功夫 很难说得清 也许是在文工团里憋坏了 一放出来 他就把最吊儿郎当的 和最苦大仇深的角色 都演了 丸主里 他穿着白衬衫 跟张国立 梁天站在一块 就成了中国版 猜火车 改革开放时期 垮掉的一代 李洞宝除了 长得丑了点 嘴贫了点 哪都好 大仇把又称 九十年代的霸道暖男爱上我 我爱我家中 废柴记春生一躺 红到现在 活着里 他演一个败家少爷 几个动作就把小人物 在命运里的大悲大喜 演得细腻透彻 在嘎那电影节上 西方媒体都快把他吹上天了 在卡拉什条狗里 他把老二这个 在老婆面前没本事 在儿子面前没地位 在警察面前装孙子 只有在狗那儿 才能找到尊严的 Loser 眼活了 这种既可悲 又可怜的角色 不是谁都拿捏得了的 葛优喜欢演员这个行当 因为戏里 有现实中没有的生活 他可以娶十个媳妇 可以当英雄 一下把人拿住了 随便给人一大嘴巴 就算拿不了奖 也得好好演 拼了命的演 直到他演砸了扣老心 把忠诚扣准 演成了老痞子 回到家 老爷子葛存账 劈头盖领的训斥 扣准是你这么演的吗 他是当朝宰相 自有一派风度 你演得水不垃圾 当然不行 葛优开始承认 自己的短板 离生活太远的角色 他驾驭起来 还欠些火候 另一部戏《窒息》 豆瓣上只有4.6分 他演的时候 相当吃力 到后面 完全是硬着头皮 在硬扭 从那以后 他再也没有 接过一部恐怖片 经历了几次失败 葛优开始掂量自己 什么能演 什么不能演 他挑戏 也开始有了分寸 就算再喜欢悲剧 遇到波动心弦的剧本 看得直哭 但觉得 自己驾驭不了 就不演 慢慢地 他没有原来那么拼了 一来 怕观众老见着这张脸 审美疲劳 二来 精力有限 不可能一年七部戏 个个都好 有人管演戏较真儿的人 叫戏疯子 葛优算半个 他承认自己能力有限 把能演的戏 演好 演绝 就这样在事业巅峰 待了二十年 葛优61岁了 虽然还跟少年时 一样喜欢往后缩着 但相比从前的胆小 现在更多的是因为谦卑 葛优算走了以后 公众场合 他最常说的话就是 谦虚谨慎 借教借造 这句话是老爷子教给他的 这几年 老艺术家们也开始上综艺 真人秀 创收的同时捞一把人气 葛优既有观众员 又风趣幽默 自然也被好几档 综艺节目组盯上了 开出高架 请他参加 但他一个也没有去 不是耍大牌 也不是矫情 他觉得上真人秀 自己的一句话 就能决定别人的道路 他不够格 有心理压力 而且综艺太过度消费自己了 他对媒体特不适应 离了片场 一面对闪光灯和摄像机就紧张 手心和脑门直冒汗 出席大活动 快到门口时 他紧张得好像一开门 就要被机枪扫射似的 十几个人里 他本能地就想坐在最边上 2017年 他出现在跨界许巨王的预告里 大家都以为他要破界了 结果 节目播出来 连他的眼都没看到 原来 他只是去帮两个好哥们 撑个场 在一群人里 葛优习惯把自己放在最不起眼的位置 先照顾所有人的感受 最后再轮到自己 大家开心就好 这句话现在说起来跟玩笑似的 但对葛优来说意义重大 和他一起上跨界喜剧王的 是他的挚友 梁天和戏园 二十多年前 我们仨曾经手拉着手 上台表演了一段琴口相声 老师与学生 包袱一个接一个 一点不说现在的郭德纲 1993年 演完天生胆小 三人一起开了一家好莱西影视策划公司 生意场上的应酬 葛优哪儿搞得来 每次出去谈项目拉投资 梁天和谢元负责看 葛优在旁边陪喝 当年他还喝得动 谈起三剑客聚在一起的时光 葛优像变了个人似的眼睛贼亮 他对粉丝也好 在虫粉这方面 现在那些流量小声 根本比不上葛优 因为在粉丝面前 这个人从未把自己当明星 拍完赵氏孤儿后 他和陈凯歌两口子 一起到酒楼吃饭 散席的时候 他被人认出来 有影迷跑过来打招呼 聊了几句 陈凯歌夫妇先出门上车了 等了将近半个小时 都没见人跟上来 回去一看 他和那桌素不相识的影迷们 又喝上了 前两年 有条娱乐新闻 还挺耐人寻味的 59岁的葛优 穿大裤衩低调现身 鸭舌帽子遮掩 无人相识 配图里 葛大爷穿着T恤衫 工装裤 旁边站着的是他的太太贺聪 从成名到现在 他跟关之林 舒奇 吴倩怜 范冰冰等都演过感情戏 没传出一丝绯闻 葛优结婚的时候 还是个跑龙套的 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有时还靠父母接济 出名以后 葛优无论到哪工作 或者旅游 都会带上太太 贺聪 没戏的时候 他会在家里陪着太太 家里没有终点工 也没有保姆 两人互相抢着拖地 洗衣做饭 葛优有句名言 叫做 开火的夫妻 才叫夫妻 至于崔永元 为什么没有思葛优 并没有大家想得那么复杂 他们两个人 是多年的病友 都是半夜 睡不着觉的夜猫子 一见面 就互相讨问好用的药方 逢年过节的时候 互相问候 崔永元说 葛优是一个挺好的人 演了手机 我人人也能接受 葛优说 甭管是谁 千万别太拿自己当回事 他还说 他现在也没什么大的理想 就顺其自然 耗着过日子呗 电影《熔炉》里 有句话说得好 我们一路奋战 不是为了能改变世界 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 可是 世事浮躁 有谁能不被裹挟着走呢 有人活成了冯小刚 有人活成了崔永元 更多的人 更多的人活成了葛优 加在冯小刚与崔永元之间 葛优做着好人 也保持着沉默 做一个普通人 没什么不好 山字 — 葛优 这是 loud鬼 没有啊 劲 是 内疆 � It 是 个人 看 冻 暖 里 Different 见 说 惨 靖 谢谢大家